像王洪威啊 他就說天哪 好奢侈喔 原來口罩可以像大官身上的領帶 隨時選顏色 結果你知道第一個打臉他的是誰嗎 高雄市長韓國瑜啊 韓國瑜這個 這個這兩天直播 就跟上這個粉紅潮流啊 不但這樣子 而且他還穿了粉紅色襯衫啊 啊現在到底是王洪威 對還是韓國瑜啊 不是我常常講說 這個國民黨這些 不管是從立委議員名帶 我就覺得說這個黨 實在是真的是撩臉 你知道嗎 我就跟你講說你常常 都已經疫情發生到這個地步了 你看3月9號台灣零確診 今天還確診著兩例 不開心嗎 而且兩例全部都是境外的 對 但我們掌握住 當初從美國回來的嘛 對不對 就那個美國 那個罪毒班機啊 又有一個 今天又有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從美國讀書回來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今天台灣的防疫 做到這種地步 你從頭到尾 罪不是問題的 這些人把它拿來當問題 對 我講一句難聽一點 現在全世界你看 很多國家像日本要發那個口罩 是發布口罩一個月片 對 那個尼斯是不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發給你一個人一個口罩 這個口罩你要省著用 要用一個月 那你要買幾個大銅電鍋 對不對 那就告訴你說 全世界為什麼現在缺口罩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噴龍不織布 現在大漲啊 漲了25倍快30倍 27、8倍 那原物料一直在大漲 台灣就是因為什麼我們的龍噴不織布 他的那個原物料 我們台灣自己賣自己有嘛 照理來講 全世界在做中 石化產業在做中龍噴不織布的 哪一家的股價不是飆到頂了 那台灣你看 我們多感心你知道 他就是配合你政府防疫 我把這些原料留在台灣給台灣運動 所以你看台灣的口罩 每個人你說中國大陸好了 中國大陸不是號稱說 他現在已經恢復產能嗎 日產一億片口罩嘛 對 那個口罩送出去你敢用嗎 就是嘛 被查出來這樣剪開裡面是什麼 包衛生紙的耶 這很誇張耶 就是因為包衛生紙 之前在做口罩 還可以拿那個口罩起來擦皮鞋 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鬼扯蛋的國家 那你覺得說你看 假貨充斥到處都是假貨 你送給人家 送給芬蘭 送給哪一國都被打槍 這我不敢用啊對不對 更何況他叫人家買 我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在北京啊 他們講說在北京一片口罩 20塊台幣喔 20塊台幣還不知道買的裡面是 龍噴不織布的還是衛生紙了 上海一片15塊 因為他物流比較便宜 那你看連中國這種口罩大國 都已經搞成這樣耶 對 那我們台灣呢 一片還是五塊錢啊 就是啊 那選什麼啊 比一包乖乖比較熟你 而且我是為了告訴小朋友 口罩防疫最重要 不要在乎顏色 所以我今天講說 今天口罩的事情 這是裡面有故事性的嘛 對 那你們要選擇 你不去看這些故事 不去選擇去看 內容是為什麼 對 那你現在搞什麼 我就發現說韓國瑜這次還不錯耶 他還會響應粉紅色運動 對不對 他不僅戴粉紅口罩 還穿粉紅色襯衫 他就告訴你 所以就講說 韓國瑜的H病毒好像逐漸康復中 反而這些人怎麼王洪威 陳玉珍這種的 他現在病情在惡化 對不對 疫情發生都三個多月了 你的腦還沒醫好啊 陳玉珍是夾到手 那王洪威呢 對不對 夾到手人要說夾手傷腦嘛 對不對 那我就告訴你說 不需要在口罩上 三個多月的疫情防犯到目前為止 你還在講口罩 對 你也想一個辦法 我已經呼籲快一個月了吧 想講其他議題來講嘛 對啊 對不對 一直講口罩講口罩 難道你們真的覺得說內褲可以當口罩用嗎 對啊 所以你們 你要粉紅色 你就把粉紅內褲拿出來當口罩用嘛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不要一天到晚講口罩 我現在看你這口罩 我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對不對 這只能講說他病情惡化嘛 陳玉珍還說粉紅風潮很悲哀 倒為悲哀 你告訴我 倒為悲哀啦 所以就跟你講說韓國瑜在康復這些人在惡化嘛 你今天的故事性後面 你看大家都想用這個 這是為了要告訴小朋友說 防疫很重要 不要挑顏色 像現在很多人還在求說 可不可以跟他換爆紋的 所以就跟你講說 大家都覺得說這是好奇嘛 新奇嘛 對啊 在一個防疫過程之中 你能夠講到這個樂趣也不錯啊 而且讓小孩子知道說 我今天防疫口罩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保護自己的工具 男生戴粉紅色也沒有什麼啊 還有人想要跟台灣換部長陳時中 還有人呢 這個說這個日本政府 如果有台灣的智慧就好了 看看日本人的感慨好嗎 日本呢 以前我們都覺得 他們做的東西品質最好的 這是一個多麼嚴謹的國家 以前我們都覺得日本多讚啊 對 不過最近日本也出蠻多包的 這個 我們大家在談 我們現在談國內 先從國內看起來 其實這粉紅口罩其實 王宏威的這個說法 我不知道他邏輯到底是什麼 他說他去排隊好幾次 他也都沒有拿到 你拿到藍色口罩 你可以跟別人換粉紅色嗎 你王宏威沒有朋友嗎 當然我們不知道 有些國民黨的民代不太喜歡他 但是換一下是會怎麼樣 這麼簡單的事情 還是要大家講嗎 這個其實就是硬拗啦 硬是要去搶一個 比如說打一個臉出來 我可以換得我同溫層 覺得說 對議員有在罵人 議員好像有幹事 但其實這種東西 也毫無任何的實際的意義了 那今天大家是針對小朋友 提出了這樣子的疑問 所以政治人物親身做示範 我想不只是綠營 不只是綠營的政府機構 甚至我今天也看到了 非常多國民黨除了韓國瑜之外 很多國民黨的縣的執政者 縣市的執政者 也紛紛的就換上了粉紅口罩 不過韓國瑜穿那個粉紅色衣服 其實也不是說什麼 真的支持粉紅風潮 他只是要反罷韓而已 原則上就是 但是不管怎麼樣 至少先卡個 就是這一個大家都在戴嘛 你好歹你不要 這也不是順時鐘逆時鐘 不要與人類基本智慧相逆反 這個最基本的這個狀況 該做的還是要做 如果這是對的事情 那就做 你會說這個什麼很無聊什麼 那如果是的確有這樣的需求 社會上有這樣對於色彩的 刻板印象或偏見 在這個當下 其實口罩重點是要用啊 你管他什麼呢 對不對 你今天嫌這個粉紅色 明天要嫌他 搞不好有人會嫌他是藍色 我看的憂鬱不爽 對啊怎麼辦 而且部長是帶給小朋友看的 你跟什麼瘋了你 這個真的是沒有必要去刻意去批評 就是跟誰講的 其實台灣有沒有防疫上值得去盯的部分 還是有嘛 比如說那麼紓困什麼的嘛 像那種熊市旅社 他們旅行社非常的慘嘛 我最近也專訪一個旅行社的 這個經營者 他就說這個紓困的 就是跟他們的實際上有蠻大落差 這個就是在野黨 你應該可以去問吧 你帶著業者直接去開 還很距離的記者會出來 我覺得是真的會比較有宣誓性的意義啦 就是說我們有在幹事 國民黨真的好會搞經濟哦 我們也許 快來了快來了 對對對 即將講快來了 已經快了兩年月還沒來 等一下快來了 應該要趕快再加速一點 對再來就是台灣登上國立 其實我們自己付出的努力 他除了對我們國人有幫助之外 其他世界國家基於科學 他又不是瞎啦 可是漢國瑜出來之後 他也不是在講什麼疫情啊 他在講說自己像格列佛 像那個小人國嗎 被那些小人綁起來 然後呢還罵這個什麼 華天下之大基 你們不去監督執政黨 你看國民黨正在表現怎麼樣 還有包括紓困的事情啊 發現金到底對不對 我先回答一下楊瓊英的問題 建議你請趙偉就發個開會 會議通知 給媽祖部請他來臨歡迎北巡 你直接問 送他去問媽祖多快 送他一個去就好 因為其實長是媽祖生的嘛 陳時中部長 因為鄭南宮也捐了好像三千萬 給疫情指揮中心嘛 對就謝謝他 人生日 我們來跟媽祖部說一個生日快樂 這樣不行 這樣你要問 沒什麼國家機密嘛 你說媽祖有認識嗎 有啊 今天零確診啊 對啊 就很棒啊 每天去拜 每天都零確診這樣多好 這樣最好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楊潔雲就不用理他了 我不曉得這個洪慈庸現在立法院看到他這個去年 今年初顯勝他的立委這種表現 不要心裡作何感想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紓困 其實嚴格來講 發現金就全民廣發現金 對跟現在民進黨政府提出來的做法 他都是方法 都是一種方法 我不會講說 我不會特別講說 國民黨你這個方法一定錯 但是問題是 我們要搞清楚的是 哪一種方法比較適合現在的臺灣 你全民廣發現金 會造成一種情況 就是我今天這個錢我拿到了 對有些人來講 雖然國民黨說啊 我有排富 可是對有些人來講 有些富你是排不掉的 譬如說臺灣很多有錢人是不納稅的 他有夠窮 就政府的稅務資料上他有夠窮 但是他其實很有錢 好這是一個漏洞 第二個就是說 我現在拿到現金 請問你現在發現金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鼓勵大家去消費嗎 那如果鼓勵大家去消費 跟防疫是衝突的 因為我們現在疫情還沒有完全的趨緩 所以現在盡量 勸大家不要往人潮密集的地方擠 要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所以這跟防疫是衝突的 那你如果要紓困好 就回到民進黨行政院提出來辦法嘛 嗯 這個紓困的目的是什麼 他第一個他紓困對象有兩個 一個是受影響的企業 比如說像旅行業啊 餐飲業啊 那給你一些租稅上的減免啊 優惠等等 第二個是當這些企業 他能夠撐下去的時候 員工勞工不會失業嘛 他就是怕造成大量的失業潮嘛 造成大量失業潮 那個要再回來會很慢 第二個對於沒有固定雇主的勞工 譬如說計程車司機啦 水電工啦這些 那這些人沒有老闆給他怎麼辦 那我們就發現金給你嘛 因為他這一段時間 譬如像旅行旅行社的導遊 這段時間都很慘啊 因為沒有團可以帶啊 那好我們就發現金給你嘛 不多 但是至少讓你可以至少三餐可以讓你吃飽嘛 然後接下來等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再來振興嘛再鼓勵大家去消費 這個是邏輯是這樣子嘛 那國民黨的方法 你說他錯嗎 只能說他不適合現在的狀況來使用 所以我覺得我對蘇寬的看法是這樣 那至於說這個陳玉甄立委 我覺得你其實不用羨慕啦 因為現在網路上很多人 因為大家苦衷做的大家在玩交換口罩的遊戲 因為有些人他譬如說我一次都領到粉紅色 有些人一次都領到藍色 那我喜歡粉紅色你喜歡藍色 那我們就大家交換一下嘛 你也可以找人交換不用羨慕 我今天看到迷彩的更酷 聽說是軍方做的 那個中衛做的 對啊中衛的迷彩的更酷嘛 那陳玉甄明天要罵人 那我來講一下韓國瑜 韓國瑜你說你不監督執政黨 奇怪韓國瑜從2018年12月25號就職 他一直忘記他是高雄的執政黨 來我們來看一下 幫韓國瑜複習一下 格列佛有小人國大家都知道 都看過這童話故事嘛 一個因為那些小人國人比較小 所以用繩子把他綁住嘛 韓國瑜講的就是這種情況嘛 好那問題是你國民黨韓國瑜 你在高雄是全面執政 國民黨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總共66席 國民黨有33席 民進黨有25席 時代力量只有兩席 親民黨一席 台聯一席 五黨聯盟兩席 五黨籍兩席 那請問哪一個黨過半啊 國民黨 對啊 那你不是完全執政嗎 是啊 那請問監督你哪裡有錯 監督你哪裡有錯 對 就在高雄市的執政黨 叫做中國國民黨 你的議會也過半嘛 可是呢 現在的高雄市議會是以防疫為理由 他不開會 他不開會 對 不開會的目的呢 到底是防疫為理由 還是怕 這個韓國瑜一來議會被詢了 又丟這個 像上面一樣 又又又出錯 那好 你今天韓國瑜你要面對罷免 我覺得韓國瑜真的 我我已經講過他好幾次 但是始終聽不進去 他可能覺得我在害他啦 就面對罷免只有兩招 很簡單 只有兩招 一招叫冷處理 就我通通都不談 然後我很認真做市政 希望不要通過那25%的投票門檻 因為25%其實不容易 另外一招呢 我就跟你正面對決 這個比較像韓國瑜之前講過的 說什麼你爸等你之類的 你放馬過來之類的 結果韓國瑜這段期間表現 有時候呢 又又躲起來 有時候要正面對決 那你到底要怎樣 因為你這樣子 不要講國民黨 你底下的韓粉 都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知道我前幾天碰到一個 國民黨也是常上節目的同業 同臺他說 他們常常被韓粉打電話 到服務處去罵 罵什麼 他說你們都不幫韓國瑜講話 天啊 問題是國民黨中央 我的瞭解啦 國民黨中央 其實主張冷處理的比較多啦 那有一些韓粉就很激情 說不行 我們要正面對決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這是你的戰術選擇 可是你選擇一種戰術之後 你就要去執行他嘛 結果你現在一邊 你這邊要打法律戰 打法律戰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我不想跟你正面對決 我要拖延你嘛 可是這一邊 你之前又放話說 什麼放馬過來等等的 你這樣子下去 到最後 只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讓討厭韓國瑜的高雄市民越來越多 那最後呢 就是有可能罷免是會過關的 而且我跟你講說 我一直在強調說很多人在台灣 我覺得那個這些從一脈相承 你看從那個時候去年選舉開始 每個人壯膽說什麼藍營國民黨會大勝 藍營會大勝會怎麼樣 一路下來之後他輸了就不甘願 到現在還沒有從那個情緒的傷痛裡面爬出來 你人生真的很可憐你知道嗎 真的 台灣的一直政黨輪替幾次啊 就是 差這次啊 對不對 對 你應該振作嘛 意志消沉 所以人家整個集體 集體揪空就是這樣 揪空的人就怎樣 他就沒力量可以承擔起來嘛 對 他就只能每天借酒交召啊 你就繼續喝嘛沒關係啊 對不對 你講那個什麼話什麼 去年選舉就知道人傳人啊 去年選舉的時候1月11號耶 那時候人傳人是在中國大陸耶 對啊 不是在世界各地耶 對不對 你如果說今天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不能讓你回來啊 全世界都已經沒有一個不是疫區的時候 那去年的時候疫區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才幾個人 對不對 對 你回來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症狀 有沒有什麼台灣有沒有案 沒有啊 你問題是 你看他現在就能夠跟大選扯在一起 對 輸就輸了嘛對不對 還在扯大選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個傷痛 你們到底要沉醉多少 包括韓國也是啊 到現在還晚上睡不著覺 你是這麼辛苦要死嗎 對不對 人家就講過說這個罷免案 過了就算了 你罷不過 你如果不想被罷 你就乾脆自己辭掉嘛 每天睡不著覺 六十幾個人啊 對不對 還要靠酒精麻痺 每天要睡得著 人家在告訴你嘛 這個 各縣市市長 縣市長 我就跟你講 每天大家都在比較 比較就有傷害 你看韓國瑜 上個禮拜六就沒有防疫行程啊 對不對 每天都在學人家 人家實名字 你也在實名字 你有沒有去檢討 你有沒有進化 對不對 不要人家講什麼 我就跟著做什麼 所以人家當然要罷你嘛 對 所以跟你講說 真的是 這個是 我也覺得 現在台灣這個防疫很好的話 就開始有一些人在蠢動 除了這些藍營之外 我覺得那個 台獨建國的我也要講一下 對 你這個時候講 中國海洋營 你在證明在什麼 拜託的啦 不要趁這個時候 抗疫的時候 疫情很緊繃的時候 你在講這些東西 你每個人都清飄飄的 覺得台灣已經很厲害了 國際縣市 不是讓你們講的這麼容易 好不好 雖然蔡英文總統現在登到富比寺 雜誌裡面跟其他六位 那個世界女性領袖 並列 而且他的照片特別大 就告訴你說我們台灣 你就不要清飄飄 這個時候是大家什麼 疫情還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你現在搞這個幹什麼 對不對 你不是跟藍營的一樣嗎 你這個時候根本就是在添亂 你再改一個名字之外 你要跟各個國家的航權 要去談耶 要去改耶 航站什麼東西 電腦系統軟體的話 全世界你只要有航線的地方 全部都要改 那要花多少錢 對 而且你現在去跟人家談 人家願意跟你談嗎 大家都不敢用那邊軌 跟你談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不要添亂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院長 今天講的也沒有錯 有很多方式你是可以改變的嘛 你可以凸顯我們的國情 你可以凸顯台灣的字樣 你就把那個A1X 而且他下令華航 你這個時候不要趁機會 再出來打廣告 對不對 這個時候不是你打廣告的時候 台灣好你華航就好 所以就覺得說 這個時候天亂的人真的不少 我真的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在這個事情 在這段時間 先把這個疫情守住 好好守住這個成果嘛 守住這個成果之後 疫情過了之後 大家再來講 有資深媒體人說 唐湘龍講說你們是怕人家發現 韓國是20年來最好的高雄市長嗎 他是真心說這個話的 唐湘龍住哪裡 你搬下去住嘛 聽你鄰居怎麼講嘛 對啊搬去高雄啊 多孝順自己的媽媽 多重視自己的家庭 少說的不拉威了 我跟你講真的 唐湘龍最近的言論 他們根本不在意台灣的想法 對 譚德塞侮辱台灣 他就聲言譚德塞 台灣什麼做的好 他就反對什麼 對 因為出息來翻對 那可能小看到他個性的 他的市場不是為了台灣 是為了 也許是為了用簡體字 但做人有一個基本 也在那邊住了那麼久了 高雄20年來最好的市場是韓國瑜 我這個已經 你知道碰到這種話 你沒辦法反駁 因為這些人到底怎麼了 太驚訝了 說有人突然間告訴你 我昨天遇到嫦娥 你怎麼回答嗎 肚子笑的啊 所以我就說 這個韓國瑜在那邊 砲台啦 開槓啦 不然就贏 你那麼閒 你為什麼不去議會備詢 把議會延後幹什麼 你不是說防疫做得很好 20年來最好的市場 別的縣市議會都要開議了 你們這個縣市不敢開 最浪費的市場 讓你說成這樣 然後一直在行說 他做得很好啦 你要給他做做看 你怕人家發現他很厲害嗎 我再講一次 2018年11月份你當選 2018年12月25號你就職 高雄市民用89萬票 給民進黨教訓 給國民黨一個了不起的光榮勝利 這是事實 民進黨要檢討 你就那一天就是你表現的機會啊 對 跑去巴厘島過年 回來就開始準備選總統 然後弄了一年2019年 議會沒去幾次 我們都當過議員啦 市長可以這樣幹啊 給你表現的時間你沒有表現 然後呢 當年市政民調最後一名 天下雜誌不是綠的雜誌 最後一名 另外一個雜誌做他也是最後一名 所有的縣市 國民黨有15個縣市 你去問問他 你都最後一名 那最後一名的時候 記者去問當時新聞處長王淺秋 我們現在選總統哦 你問他市政最後一名 當時是現任的市長 就去年2019年 那個主席說我現在選總統 不要問我市政最好一名的事情 然後現在告訴我這是20年來最好的市長 你當作高雄人不會生氣 真的 所以唐湘農如果這麼愛去誇獎 這種莫須有的東西啊 搬去高雄住 最好住透天的 我們南部的透天夾好大 大門寫個牌 沒有的話我送你銅牌寫唐湘農的家 你就好得住在那裡 大家鄰居跟你講什麼 有些都不要脫離事實 你真的以為一般民眾沒有 沒有媒體聲量 沒有控制那邊客風 你就可以隨便講欺負人嗎 而且你以為大家都沒脾氣啊 其實一般八成功為梳理 他沒有媒體功氣 但是不代表你掌握的功氣 你也可以亂講嘛 你可以講說他最近很努力 有表現比較好了 OK我不跟你變 二十年來最好上 當年那就是吳敦義當年做得很爛 空氣汙染 水汙染 買水 洗澡的時候我們坐火車 經過收L財山那附近 後面那裡 好像噴到味道高雄要搞了 高雄現在變海洋的首都 是什麼時候完成的 那所以這種話你繼續說 我真的覺得高雄市政 如果常任文官的 我覺得台灣的常任文官 從這次防疫我都誇獎 因為地方的疫調官 都是地方的公務人員 地方的禮幹事 地方的管區警員 這一群人是我們國家運作的骨幹 所以建警律啦 那個挖汙泥啦清水溝 要誇獎是他們 誰執政他們都要做 只是盯得緊的做得多一點 那陳菊做的那個長度是比他長 他自己到現在他承諾的政見 沒有一個做得到 也沒有一個有在做 然後這叫二十年來最好的市長 我真的氣死人不胸 你知道嗎 那發明會不會成 這是高雄市民 跟市長的問題 高雄市民 你知道嗎 那一天開出來那一票 我自己是民進黨的議員 我認為沒有什麼好辯解的 我們做得讓百姓不滿意 檢討 沒有什麼第二句話 所以我們花了一年時間來調整腳步 我們過去自以為是覺得這政策很好 我們就做 你要聽我的 不對 你要去聽聽看民眾的想法 那真的對他好 要溝通 可是韓國瑜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把國民黨在高雄的基礎打好 對 馬上跑去選總統 然後現在回過頭來 連一個謙卑的道歉都沒有 他最後要回高雄市已經選輸了 他還說我不覺得我有什麼虧欠 很傷勢啊 那主席很漂亮啊 那你就這樣繼續 至於齁 陳玉珍這個是個大問題 不是他的尋答不好 也不知道讀什麼書 學歷哪裡 今天是中國的漁船 來我們 來他的故鄉金門的海域 盜抓魚 盜採殺 傷害的 是中華民國也是金門人的經濟利益 你竟然站在那邊的立場說 就是我們海巡署找他麻煩 他們才去撞他 你是哪一國的啊 你到底是哪一國的 第二個 也魅於事實 他們來之後 撞了兩次 第二次是編隊小組數十艘快艇 不是丟石頭耶 是拿船直接去撞我們海巡署的 那個艇的懸外機 那是很內航的 讓你這船失去動力 國防研究院 國防部都評估出來說 這個是有指揮的喔 排隊 間隔一樣一艘一艘撞 而你去看共軍 中共解放軍的教練裡面 暫時的時候 就是徵用所有的漁船 都變成民兵嘛 對 在金門 從台海戰役到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炮戰 這基本的性質沒有 那現在告訴我們說 不要去找他麻煩啊 也不過都在那邊偷抓魚 偷挖沙 你到底要保護哪一國的利益 對 另外一個比較少被提到的 有一個桃園的萬美林 國民黨的立委 對 一樣啊 那個Zoom 對 是間諜軟體 他竟然說 間諜軟體有什麼不好 讓他看看我們上課 也許要被我們熏陶 讓我先看到鬼 全世界都把間諜軟體進來 會看你的個資 對 間諜軟體不是只看你上課 他會進入到你的網絡系統 掌握你的個資 甚至於你的電話 你也放在那裡沒事 他會把它打開來偷聽 所以連美國政府都禁止用Zoom 我們的國會議員說 就讓中國的間諜軟體進來啊 讓他更了解我們 所以 這些事情講不完 我最後講這個就好了 我們現在講的發現金 請大家 每個民眾當裁判 國民黨在玩一個話術 我也提醒中央政府行政院這邊 不要再講酷胖卷了 酷胖卷是振興的時候要做的 疫情告一個段落才有振興方案 否則現在在防疫 就叫大家連站都要站梅花莊了 對 你還鼓勵大家出來玩喔 所以 振興經濟是疫情告一個段落 我們現在這種是不正常的經濟蕭條 不是台灣表現不好 不是結構不好 而是 就堵到鬼啊 鬼抓走了我們就回來了 對 所以這個時候要幫助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 幫助要關店把員工裁員的人 讓他把工作機會留下來 所以兩邊都說要發現金 其實民進黨也發現金 只是我覺得經濟部急著把整套講完 所以國民黨就拿紓困的現金 庫胖卷是振興的時候要做的 對 疫情告一個段落才有振興方案 否則現在在防疫 就叫大家連站都要站梅花莊了 對 你還鼓勵大家出來玩喔 所以 振興經濟是疫情告一個段落 我們現在這種是不正常的經濟蕭條 不是台灣表現不好 不是結構不好 而是搭到鬼啊 鬼抓走了我們就回來了 對 所以這個時候要幫助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 幫助要關店把員工裁員的人 讓他把工作機會留下來 所以兩邊都說要發現金 其實民進黨也發現金 只是我覺得經濟部急著把整套講完 所以國民黨就拿紓困的現金 去比較振興的庫胖卷 這不公道 兩個現金的發法 大家看啊 民進黨的發法就是 現金如果我們大多數的勞工 投保薪資都在2萬4以下 大多數 所以你投保薪資在2萬4以下 你可以領3萬 然後再來 如果你這個被減薪啊 或修無薪假 我一直要幫老闆叫他不要給你無薪假 他還是給你無薪假了 領6萬 那如果說你這個身心障礙者 或者弱勢的老幼 我們除了原來的補助以外 再加碼1500 每個月喔 這個是針對什麼 困嘛 紓困的困 那中小企業有沒有寫在這裡 如果這個老闆願意說好 供體時間 我不裁員 那你的薪水 政府幫你出40% 這個就是 大家撐一口氣 只要疫苗發展出來 活回來的時候 我們讓這些活下來 有工作 工作是每個月領幾萬塊 還是要領一次的在這邊 國民黨的版本喔 我坦白講 一開始只說要發一千億 什麼都沒有喔 對 後來又補了一個 好要排富 排富喔 限制由中央政府訂定資 對 我很傻的 發錢你在發 我來訂說 上醫夫不可以領 中小平不能領 後來發現被罵了 他最近才補出這個版本 叫做集聚制 那我們也接觸到最後提出來的 他的集聚是 你看喔 年收入242萬 我們坐在這裡 年收入超過242萬的 可能就醫師啊 這醫師都不跟他押頭 就年收入超過242萬的 你要罰他六千 然後呢 年收入121萬 就一個月十萬 二十萬十萬的 他可以領一萬 最後就是 年收入五十萬以下的 可以領一萬五到兩萬 大家想想看 這個叫稀釋 因為大家都發了 錢就被稀釋掉了 有沒有幫助到困 一個年收 每個月收入二十萬的人 有沒有困境 還是這樣的做法 幫助勞工留住機會 幫助一些中小企業 負擔百分之四十 你給他出60% 再投入賣息 你叫不辭員工 我們撐過去 然後特別員工的部分 投保薪資低的給他 我覺得大家可以比較 這兩個發現金的版本 哪一種發現金 比較符合紓困這兩個字 比較對得起 納稅人的錢 當然你要花錢 來都 我現在發給大家 我大概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去民調 他現在拿個86%民調 就說 發現金跟領庫胖券 你要領哪一個 那個14%不領現金 我真的佩服他們 他想法跟他不一樣 大家也這樣現金好 但是如果把兩個都發現金的版本 拿來比較才是對的 哪一個對國家的經濟 對紓困 以及下一步的發展比較有幫助 我覺得看我們電視很聰明 你去做裁判 然後這個葉玉蘭更好笑 葉玉蘭又跳出來了 說我們有7600萬片的口罩失蹤了 應該列為重大刑案 後來陳時中解釋 說是14天9片新制的除費量 哪是失蹤了 不是我說 台灣在每一次關鍵時刻 我們一直對外的時候 對 對 就有這些吃裡爬外的人 我今天不客氣講 你包括你檯面上所列舉的那些人 胳膊往外彎的 而且是扭曲事實 扭曲真相 我就說唐香龍們 你不要去理他 你不要去理唐香龍們 你看他上youtube 他其實就是一個youtuber 他的主力的點閱 或是訂閱 大部分都是簡體字嘛 所以你看他們的言論導向 包括黃偉翰也都是一樣 他們的意見導向全部都是滿足那一類的人 你越理他 他就越張顯影響力 讓中共以為說 哇你看派出一個唐香龍 或是說唐香龍自發性的 在台灣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他呢 一放放嘴炮 結果我們台灣整個震盪 震盪 何必給他這麼大的影響力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建議說都不要去理他 在台灣說話像放屁一樣 沒有影響力的話 他自然就不會達到他的任務 他的任務效力就會減低嘛 所以你對付像國民黨那些人 那個北京中央 常常自認為說他的祖國是北京中央 他的中央你必須到那邊去告解 幫北京中央來到台灣 對台灣發動攻擊的 這些人你就不要去理他 對不對 他們有什麼影響力 我們拿出來探討是因為 哇太令人震撼啦 他在引起公憤了 那我要問你 我也引起公憤 他明明知道這樣說會引起公憤了 為什麼還這樣講 你看唐德賽配合中國大外宣 把那個網路鍵盤的 那個所謂的在檯面下的 那些東西放大他要幹嘛 他要塑造的一個我唐德賽 我不是加害者 我是受害者成不成功 至少在我們台灣那些引起公憤的人 嘴裡的加碼 甚至我還看到今天剛剛看到有一個媒體 那些媒體人都是以前我們同業嘛 竟然也說唐德賽是被害者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而且才離境的那一對英國情侶 抱怨我們這邊 好像在坐牢一樣的那一對 他們也認為他是受害者 還列舉了三個受害者 我跟你講每一個你看得進去的 看得下去的 這就是他們想打他目的 唐德賽是什麼 他不只不是被害者 他是加害者 你知道害死多少人命 對 我這樣講你不要 我可不是鍵盤手 我公開評論你 你說 那個新加坡的聯合早報 把說 連 把WHO說成CHO都不行 那日本怎麼辦 日本也說他是CHO 對啊 連瑞士就WHO的所在地 瑞士 他們在幾天前都發表一個評論說 WHO變成討好中國 下面一句就說冷落台灣 我跟你講 加害者現在造成 因為我說 譚德賽一併人家 主要是說中國 因為他背後就是中國 因為他幫中國隱匿嘛 對不對 才叫CHO 對 官員說CHO就是CHO 不是鍵盤手說 有什麼不對 你就是被中國為養 你就是討好中國 有什麼不對 我們這樣說 我們這樣做評論 有什麼不對 你聯合早報 你憑什麼 站在你新加坡親中的立場 來抓鬼嗎 是吧 好 我要跟大家講說 美國死亡人數超過兩萬 發源地哪裡 你中國啊 你隱匿啊 對 然後你中國 包括你公布的數字 三千多人死亡啊 誰相信 你們自己 你們中國人都不相信啊 對 美國都死了兩萬多人 你們中國武漢發源 你們才公布出來三千多人啊 誰相信 我為什麼說譚德賽 鐵真真的 百分之三億的 所謂的是加害者 他在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個中國已經有二十七起 向WH通報的肺炎病例 不明原因的 那時候還沒有確定 也就是我們疾管局同時 發電郵給WHO 對 說可能是人傳人 然後才有隔離 希望採取隔離措施嘛 對 什麼時候要採取隔離措施 就是有可能是人傳人嘛 對 然後我們也同時針對武漢 直航入境的班機 採取登機檢疫 這第一回合 我們第一時間 就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蔡振元你說 這個英文字裡面 沒寫什麼嘛 我告訴你 今天專家醫生們 陳宗志也出來講 就是說什麼時候要隔離嘛 那幾個關鍵 兩個英文字母 那就是在提醒你WHO 這是可能是人傳人嘛 對 因為我們沒有病例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案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 所謂的病例的 這個我們的研究嘛 第二階段就是我有進行採訪 我上禮拜五跑了一趟奇美醫院 為什麼 我去找到當時候一月十二號 就是因為我們接受一些訊息 我們有懷疑的時候 深入虎穴到武漢當地的兩位專家 其中之一莊瑩清教授 他是奇美醫院的榮譽院長 他是他們抗煞期間的內科部主任 一月十二號去一月十五號回來 中國大陸的中央跟地方的官員 都跟他們這個會議 那時候已經增加為四十一個病例 你知道嗎二十八個病例 是可以溯源來自南華華南市場的 對不起華南市場 但是四十一減二十八有十三個案例 是找不到感染源的 其中有一對夫妻 沒有去過華南市場 尤其是其中那位太太 她行動不方便 這是很關鍵的 Key Point 她沒有去過華南市場 那請問不是高度懷疑 你是有可能人傳人 那是什麼原因 對 那有一些內幕細節 我在這邊就不講了 後來莊英卿教授跟另外一位專家 回到台灣的時候 立刻請我們的這個高層 能夠嚴峻的因應 因為已經人傳人 他們又隱匿嘛 他們都隱匿 隱匿 這是會害死人 連他們的醫護人員 不是李文亮事件嗎 最後還電擊 他都已經死亡了 還在那邊電擊 現在發布就說是中列嘛 是中列 那在那種情況下 我們馬上就成立了 這個所謂的防疫指揮中心了 然後一路的就看到 我們在現在 所以你譚德塞 你還有臉說什麼 下面更離譜啦 不主張各國撤僑 對中國防控疫情的能力 大家讚揚還說認為他們 防疫的好充滿信心 然後最後說不承認 有所謂全球大流行 你要負責任啦 中國大陸你大外宣 你把責任往外推 你嫁禍給美國 嫁禍給其他的 其他的國家 然後現在還還攻擊台灣 你攻擊台灣 你用這個所謂的 譚德塞做人肉炸彈刀 對那炸彈刀 然後偏偏正中我們下海 我們很多吃裡扒外的 就是對台灣採取攻擊嘛 想要抵消或是 詆毀台灣這次的防疫能力 但我要來講一下口罩 因為陳時中部長今天 他很清楚的把口罩數量講出來了 而不是高宏安說 這個他自己算一套說 你們暗砍七千兩百個 這個東西絕對要說清楚 這是有史以來陳時中講最清楚的 而且我跟那個清華 我們最近都在跑那個工具基業者 負資部啊 跑那個口罩工廠 你看他我們算得清清楚楚 我們還會比對什麼時候多少 那個生產線可能是多少 好陳時中提出 我們有史以來 六億六千八百七十三萬 騙口罩 一半都給了民眾 包括一點零百二點零百 對不對 總共是三億多 三億七千多四千多萬 但是我們這個台灣 我們第一優先要給誰醫護嘛 對啊 在前線守護我們那是醫護嘛 我們每一次都會播 剛開始不夠啊 怕死人連那個診所那個牙醫師近距離 他一天只能用一片 那時候很緊急啊 可是我們現在有口罩量的時候 從雨的時候 我們當然優先撥給他 可是對照我們民眾 他們才用掉一億多而已 就是說慢慢等 我們馬上會往兩千萬的口罩量 每片兩千萬片去 那這邊剛剛清黃講的很仔細 比我仔細太多了 所以新加坡的合金 你與其打台灣給你們自己的同胞看 你還不如去研究一下 你如何擴充到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口罩量 或許你不會額 對不對 你不會再額了 國民黨說呢 你應該馬上發現金 你要照顧一千七百萬人啊 那昨天這個民進黨的官員也很不滿啊 那如果他月收入二十萬 我要給他紓困什麼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跟你講說呢 現在政府一千零三十五億的直接 那個補貼三百萬的民眾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救急也要救窮 那可是你說實在話 這錢要花在刀口上 對 不是說大家的雨露均沾 你大家奔多少錢 那不是政治分章嗎 對 為什麼他們會想到這個 就是因為當初馬英九的那個消費券 那時候舉債八百五十八億對不對 那對GDP的貢獻是多少 百分之0.28到0.43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他們當初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替代率六到七成 因為大家拿到消費券 我只要去買我贏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集中在某些的那個消費上 你就不會擴及到所有的 所以跟你講說 現在注意的 第一階段叫做防疫 那防疫的話 當然要注重紓困嘛 有些人生活不下去 我常常講說 所有的人就限於生活被關掉了 他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像很多餐廳 餐飲業 旅遊業 觀光業那些 他現在立即 陷入立即的困境的時候 那我們紓困對象當然是這些啊 那你防疫紓困 接下來才是振興方案 人活下去最重要 你現在就在振興經濟 要是要振興怎樣 全世界都已經暫停見的話 你經濟動人動不起來 你要動什麼 所以後來要等到疫情緩和之後 你才是振興方案嘛對不對 可是振興方案的話 政府 你在野黨要去監督什麼 你有沒有顧及到普及跟公平性啊 你現在賣錢賣就叫人發現金 你是賣錢賣的那就是 對不對 很多人拿到現金 是存起來也不會花啊 對啊 所以我就常常講說 這個在野黨真的是不像話啦 我講實在話 那你接下來你說疫情 你要發酷縫券的話 那你的方便性跟普及性的話 這是你在野黨才要去監督 要去看的嘛 對不對 你現在整天之前講口罩 現在要現金 你也拜託 你可以搞一些 你說那個楊瓊英問人家說 陳時中去拜媽祖廟 拜廟還要跟你說嗎 他在問媽祖 他其實問說媽祖 到底跟陳時中講了什麼 你問這個 你叫陳時中問陳時中 你整個叫黨籍來問嘛對不對 叫通靈還是擲筊都可以啊 所以那個立法委員是這種程度的立法委員 我這一次聽到人家這樣問的耶 對啊而且今天你知道那個立法院 那個陳玉珍跟那個葉玉蘭兩個嘛 會葉玉蘭還是警大以前的教授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針對那個大陸最近不是有常常那個 那個民兵海上民兵有沒有 就是他們那個漁船啊 他們最近在東海金門還有南海鬧事你知道 被害的有台灣的嘛 之前3月16號不是海巡署船隻被他們拿10塊9坪攻擊嘛 還有包括日本的船隻啊 越南的船隻被他們衝撞啊 那我們今天就在他竟然執行你知道嗎 他告訴你說不要把這些漁船來 當作定義為海上民兵啊 他們都是老百姓很可憐 而且他為什麼會反抗會衝擊我們的海巡署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們海巡署金門縣政府 都要去取締人家那個漁網非法漁網你知道嗎 所以他去取締的時候讓那些漁民啊 金丟火大 是他跑所以他還要衝撞你 你跟這種立馬園 欸金門人 這種領域已經算出來啦 對不對 你那個老百姓跟民兵你都搞不清楚 而且那個葉玉蘭還交警大的 你這樣怎麼對你的警察子弟兵交代啊 所以跟你講說這實在是荒槍走 而且我最近最常講一句話就是什麼 啊干你屁事對不對 你看那個陳學勝對不對 啊又在講叫陳時中 講林書豪 林書豪的事情干陳時中什麼事啊 當初林書豪我才說他有點尷尬嘛對不對 他共赴國難回到中國去打球 對不對 那回去打球的話 他至少比黃安有種吧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黃安 為什麼黃安劉樂豪現在還歸在台灣 對不對 讓人家不屑嘛 說實在林書豪回去打球的話 被人家出征的話 干陳時中屁事 真的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我最近常講這句話 就說干你屁事對不對 你連這個也要質詢 對啊 我剛剛說還有那個什麼口罩的顏色啦 什麼東西 我就跟你講說 人家不要公開讓人家知道嘛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你今天要什麼顏色口罩 現在還有 昨天還有看到大紅色 還有橘色 我老婆說那橘色好漂亮 那是送給何蘭 你找朋友去換嘛 對啊 想辦法去換嘛 想辦法去換嘛 你沒有朋友換不到 你又在怪人家說什麼 為什麼你有這麼漂亮的口罩顏色 那個衣夫哥 要不要幫他換一下這樣 是不是跟你講說 沒有朋友我們就來找上衣夫 對不對 他朋友很多這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我覺得這個口罩問題 跟國民黨這一次 真的是在這個 我剛才講過說 你看全世界 你現在扯到說你要發現金要幹什麼 說為什麼要跟上時代潮流 我常常在講說 美國英國為什麼他們要發現金 川普被選舉啊 對不對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美國人真的散到沒有幾顆 他們就沒有看過 有些人真的活到一把年紀 沒有看過百元鈔嘛 美國人他們那個全部都是這樣 舉債過日啊 他們今天刷卡 一直刷一直買東西 買完需要用什麼對不對 你到月底的時候 你薪水入帳之後 你就要開始繳帳單啊 所以他們沒有看過這麼多現金嘛 他們是為了選舉 我發現金給你 每個人看到現金 喔 這麼多錢啊對不對 雖然也不多啦 像美國你看 成人每個人3.6萬 小孩子每個人1.5萬 可是他們有很嚴格的排布條款 他們是那個年收入 7萬5千塊美金以上的人 你就不能領啊 而且那個說實在 他們現在這一招也厲害 你要領這筆錢對不對 很簡單 先把鎖得稅給繳了對不對 你繳了錢 先繳稅 對啊 政府要先拿錢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這種 跟人家什麼世界潮流 比什麼每個國情會不一樣 像韓國也是 韓國是因為收入居於70% 那個平均線以下的人 是家庭災害補助啊 對 所以他們還有分什麼 他們更複雜 他們也是消費券跟禮券啊 他們也沒有發現金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什麼叫做時代潮流 你要不要看讀讀書 現在發現金也只有美國嘛 對不對 那你台灣你說你 執意要發現金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發現金 現在很多餐廳都已經倒了 很多餐廳都已經關了 或者是已經歇業 不能旅遊 不能幹什麼 那你發現金 不是鼓勵人家把錢存起來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很多事情要有周圓的想法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搞那些 有的沒有啦 那我講一下韓國瑜好了 那韓國瑜現在說只要 他打那個行政訴訟官司 今天開庭了嘛 我就跟你講說 這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駁回 那他就要上訴到最高法院 要提抗告嘛 那如果裁定的話 那他又告中選會 如果裁定的話 那中選會他也要提抗告 所以到最後一定是最高法院啦 那我就覺得說韓國瑜真的 像個男子漢 對不對 喝酒的時候不是豪氣肝炎 對不對 那現在要罷免 要罷免就罷免嘛 對不對 他以前不是講說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林什麼的 林北等你對不對 還有什麼什麼放馬過來 你現在有這樣 氣壁這麼壞 對不對 我說實在話 今天喔 他們講說 你今天就好好做市長 做市長做好 對他來講是不可能啊 否則他為什麼要逃避議會的監督 啊市長既然做不好 不可能的話 那你就乖乖的去那個嘛 否則你就自己辭掉嘛 我一直在講說 你人喔 不要走到 讓自己走到最後那條路啦 他講說什麼 以後民進黨會變成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 我從去年就一直講說 在野黨要爭氣 如果今天民進黨真的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的話 誰造成的 就是你們國民黨 就是你韓國瑜嘛 對不對 不爭氣的政黨 跟不爭氣的政治人物 你今天才會讓民進黨這樣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現在歸終究到最後 還是你們國民黨跟你韓國瑜的罪啊 那你今天叫人家不要罷免你 你就憑什麼人家不罷免你 我就說 高雄人真的不可以讓他笑幾世人 所以當然你看 我早就講過說 韓國瑜被罷是一定的啦 這個不可能會留下來啦 因為全台灣高雄人他也知道 我在寫歷史耶 歷史上我總要高雄人記上一筆啊 所以你才講說 不要那個 而且你看那個泛男的里長 都已經這樣在搞了 就表示說 他也知道他也熱烈程度 所以我說淺男的 不一定泛男的就支持你 淺男的已經都一向 就表示你這個市長好不好 大家都清清楚楚啦 因為罷韓第二階段過關了 這張大選過後 所以呢據說呢 他現在這個晚上常常失眠 而且呢李嘉芬出現了嗎 真的假的 這週刊報道 說韓國瑜有人爆料 三月初的時候曾經跟多位 北部的政壇人士 南下去探視韓國瑜 當晚呢就跟韓國瑜夫婦 還有李四川用餐 只見得李嘉芬全程在主導話題 詢問大家對凡智罷免的意見 那韓國瑜的話不多 但是他一臉卷容的說出這段 罷免案獲起肖翔的秘辛 直言讓人真的很脆心嘛 脆心的是什麼呢 他說啊 因為這個事情大選自新 已經有好一段時間的 晚上都睡不好了 親韓人士就說呢 讓韓國瑜心寒之處 就是其中有不少藍營背景的基層民代 里長竟然也跟著暗中連署 要罷免他 而且我們看一下 其實早就有機可循啊 18年韓國瑜九合一大選 拿下了561個里 2020年的時候 裡面有509個里 就遊覽轉綠啦 那地方人士就說 大選過後地方的反韓聲浪升高了 民眾上門要求里長幫忙收連署書 里長迫於民意的壓力 所以最後呢也不得不私下代收啦 而且據說還有一個反罷韓的終極絕招 要被李嘉芬給血藏了 據說韓國瑜陣營有兩派 一個政治派說韓國瑜應該以大局為重 在罷韓投票日的前夕呢 就主動宣布辭職罷 來替藍營止血 可是呢法律派呢 卻不接受韓國瑜請辭的方案 據說李嘉芬就是法律派的 然後呢韓濱呢還密會葉慶元 去請益法律攻防戰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最後呢王潛秋遞狀申請 要停止執行罷韓案 還大罵罷韓團體是擺盤子 那黨務人士就說 現階段其實國民黨內的對罷韓案呢 普遍也是抱持的悲觀想法 可黨中央還是會全力協助韓國瑜守住高雄 但是國民黨已經沒有再繼續探敵的 這樣的一個本錢了 不過問一下這個佩芬姐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按照鏡週刊的這個報導 李嘉芬出現了 本來我們以為選完之後 李嘉芬可能就不理韓國瑜就不見了 現在有可能嗎 他現在可能是這次要主導反制罷免 以他的個性來講 他是不是真的不會讓韓國瑜這個被罷免 其實當然會 因為你知道嗎 很不容易在高雄 高雄市長其實是很重要的位置 六都 然後高雄又是那麼大的一個都 而且30年來 國民黨從來沒拿下來過 對 你很不容易拿下來 我覺得韓國瑜會結對洩氣 或者是 你知道這個 叫做低 那種低氣壓 我覺得他 我可以想像 因為這個上面只有講說里長 那個500多個 然後有509個轉變 其實現在對韓國瑜就是說 不支持韓國瑜 這個繼續做的人 中間有很多是淺然的支持者 當初他選市長的時候是支持他的淺然的 包括民意代表包括支持者 這是讓他比較覺得那個氣勢比較低弱的原因 但是對韓國瑜來說就是這些人是認為說 你當初沒有正當性你跑去選總統 如果沒有選總統的話現在就沒有這些問題 你就好好的做個市長 那然後說不定四年後你就有真的很 林鄭言順選總統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畢竟前面已經輸了 對韓國瑜來說那個挫折很大 媒體報導說韓國瑜現在意志消沈 消沈到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真的有可能嗎 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你在想他不是輸幾十萬票 他輸了兩百多萬票 你知道那個意志消沈那個打擊是很大的 因為你在想他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那個氣勢之盛 我們曾經說他是國民黨30年來最強的戰將 而且你知道一舉把那個民進黨 那個30年來的高雄市長拿下來 那時候全國就數他最紅嘛 那你說現在陳時中紅 當年那個你在想去年這個時候 他是全台灣最紅的人 所以你說那個挫敗對他來說讓他意志消沈 我覺得很正常 晚上睡不著覺那是最正常的事 可是對李嘉芬他們來說 這個位置一定要保住 你不管怎樣 韓國瑜是很消沈 可是他們一定不認為要繼續消沈下去 一定要爭到最後 那我覺得南英的那個立場也蠻奇怪的 他說會建議韓國瑜在投票前夕 罷免投票前夕辭職 替南英止血 我不懂那個道理在哪裡 對 因為你辭跟不辭是一樣 被罷免跟你自己辭職是一樣 為什麼是替南英止血 會不會就是覺得沒那麼難看而已 但是問題你被罷免掉跟你自己辭職 同樣丟掉高雄 我覺得這個才是國民黨最大的遺憾 那我當初為什麼一直反對他選的原因 就是說你沒有那個選總統的那個條件 那你去選的話把高雄丟掉 30年來拿回來了 你就是這一次選舉就願不輸掉 而且他如果這次輸掉 我坦白講 國民黨在未來30年 根本拿不回來高雄 因為你在還有沒有一個人 可以像韓國瑜那個時候 可以造勢造成那樣 丟出一些口號來 讓高雄人覺得說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你看那時候高雄那個 從北漂的那些年輕人 回來追著他騎摩托車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說 你宣布辭職跟你投票被罷免 一樣的失血 我不懂他這個邏輯在哪裡 但是就是說 國民黨你說 你要完全幫助他守住高雄 這是基本 但是他是不是守得住 這個才是問題 那你說國民黨沒有再繼續探敵的本錢 問題是你根本守不住的話 你國民黨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高雄輸掉未來30年 可能真的拿不回來 我不是說那麼悲觀 但是機會非常小 而且他這一次對干 就是跟你說 我去去申請 那個停止這個執行那個罷免 你這樣會更激到激起那些 要罷免你那些罷免的人 高雄人的那個反彈 對 所以你說疫情會不會阻止 那如果照他們這樣講 他守住本土的 臨本土確診的話 高雄的疫情就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你說這些人會不會因為高雄的疫情 然後不去投票 看來不大 那你現在又不到立法 又不到那個市議會去質詢 然後那些議員就說要開臨時會 就是要讓你來質詢 所以那個互相那種拉鋸還存在 但是對李嘉芬跟他的女兒來說 保住爸爸跟老公的這個位置當然很重要 你知道嗎 高雄你守住高雄市長這個位置很重要 不管對韓家來說 對這個李嘉來說 甚至對國民黨來說真的是絕命的這個單子吧 所以他一定要守住這個本錢 但是好像國民黨內對他這個提法律訴訟好像蠻悲觀的 覺得那一仗根本不太容易 因為你說連署就像我們講的 你說要12月25號任職滿一年才可以提出來 但是你法律上並沒有說你任職滿一年之前連署 並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那個法律通不通的過大概是其次 可是你說像李嘉芬他們一定會站到底 因為為了保這個位置 他們一定會站到底 很不容易拿下這個位置很大的位置 韓國瑜之前是這個地狀 希望能夠停止這個罷韓的這個活動 今天被駁回了 韓國瑜不滿 他現在還要再提康告 所以他現在到底在期待什麼 他到底在想什麼 那這個昨天我們也提到 唐湘龍講說這些人是怕韓國瑜 成為20年來最好的一個市長嗎 你又不覺得他做得很好嗎 有覺得嗎 這是唐湘龍的獨家報導 這個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韓國瑜他其實先前是低調 如果低調行得通 他就是低調一直下去 後來為什麼要高調 甚至採取激烈抗爭 那你看他從這個總統大選拜選之後 他走低調風的時候 你有看到他在用直播嗎 你有在他看他出來放炮 說人家抹黑他嗎 就是在總統大選期間 你很熟悉那些語言 這幾天又開始復活了 就是在他提出這個法律戰 法律攻防之後 你說你們不死抹黑啊 還有就是說我沒有公開行程 不代表我沒有行程啊 這些以前就是我們常探討的嘛 尤其是大家是指說你週六 週日你有沒有排所謂的防疫行程 媒體這個觀察點其實很精準啊 因為你看看侯友宜 你看看其他縣市 全部的縣市首長 都在忙這個時候 只要正常的他們一股腦 都是把防疫放在第一優先嘛 如果公開行程並沒有看到 你韓市長排的是有所謂的防疫行程 那我請教你要反罷免 你要反罷韓 那你沒有做足功課 你沒有用功啊 你如果一頭再繼續 不要再去搞那個愛情摩天輪啊 你明顯那天報個料說 還有高層說特效藥就是 把那個愛情摩天輪來動工一下 他就是沒辦法 真假的還特效藥 對嘛也來不及 還不及急嘛 就是一個這種 已經是一個對韓國瑜來講 非常不利的一個議題 你哪壺不開哪壺 你再去刨沒有意思 對 那像防疫是最好的一個表現啊 縱使他先前有失言啊 什麼要蓋這個 所謂台灣的這個 那個不是防舟醫院啊 那個火神山嘛 然後呢又要怎麼樣 那他去視察 可是後來沒有動靜啊 那你假日如果 你的行程又沒有防疫 那請教你在忙什麼呢 所以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 政治戰跟法律戰 這個鏡中看有報導說 後來尋求法律戰 對 連傅崑奇以前蠻挺他的 他現在做了立委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講到說 聽到韓國瑜這方出動的是法律戰 他都快昏倒了 對 那顯然是不認同這樣的做法 好我們回歸法律戰 我今天看到這個律師 他韓國瑜的律師 竟然在法庭上講什麼呢 說呢 因為這個罷韓行動 沒有給韓國瑜充分的時間 讓他好好覺得去做高雄市市長 啊 你聽得會很錯愕嗎 這個律師到底是在幫韓國瑜 還在害韓國瑜 對 你的法律攻防第一個顯示 就是你沒有著力點啊 對 你如果法律戰你可以想說 選罷法第幾條 裡面你不能提前連署 或者提前宣傳 沒有這一條啊 那選罷法第75條是規範是說 你要在任滿一年之後才能罷免你嘛 對 他並沒有限制連署的時間呢 這個很清楚 如果這個地方都沒有攻防的著力點的話 難怪他去扯別的 一扯別的 然後就第二點了 你如果要幫韓國瑜 這句話不能講的啊 重視你是律師啊 對 你怎麼可以講就是說 是因為這個罷韓 韓國瑜才沒有時間做好 這個高雄市市長呢 你知道對方律師 罷韓團體的這個律師 一句話就把他們扳倒了嘛 他說那你韓國瑜去年選總統的時候 你請假請三個月咧 哎呀 對不對 那是誰沒有充分時間 是你自己造成的嘛 所以法律戰沒有了 法律戰 就算法律戰還才持續下去 也不影響 罷韓的這個舉行 現在出訂日子 你看很有趣喔 我們最近對林很有感覺 對 現在我們要對六有一些感覺 那天可能訂在六月六號 禮拜六 晚上六點截止 好狠喔 六月六號會不會韓國瑜的斷腸師 六月大順 你連署兩間段都過了 而且是多很多啊 連署是最難的 五十五萬的人連署 而且他後面還有 他只是怕說被動手腳 對 被你反罷韓 然後用行政手段動了手腳 都槓掉 而且其實中間手腳很多啦 他說這個有疑義 你的章為什麼都跟別人刻的是一樣 同一個章 你為什麼這個沒有簽名 或是說你這裡面時間寫的不對 或怎樣 他只給人家 譬如說我現在發韓給你 我寄到你家是禮拜五對不對 對 他只給人家禮拜二到禮拜二截止的一個時間 一個韓附的時間 那很多人民眾反應說這個 我罷韓啊 你只給我兩 民眾就覺得你在搞小動作嘛 對你假日然後你 你馬上就叫我們要寄到你的市政府去 這個就是小動作 韓國瑜他 目前我覺得很多人開始在勸他啦 你只要想想嘛 你為什麼做這個動作 是因為你自己也知道 可能罷韓會成功 如果你不是這樣想 你為什麼要採取法律動作 你就等著讓選民 同意或不同意 行使這個 同意跟不同意的權利嘛 你為什麼 要想把這個罷韓行動整個摧毀 你要透過法律嘛 那現在回到這個原點 你就讓高雄市民 為他們自身 為他們自身的權利 做一次決定嘛 那提前請職 韓國瑜是不會這樣做的 那就等著接受這個民主的考驗 跟選民的意志 那要知道 我最後講一句 高雄市民 在2018年 給了你韓國瑜機會 這是高雄人的特色 所以你不要怪東怪西 怨東怨西 說什麼國民黨內用窩裡反啦 高雄市民又躲在桌袖布莎下面 又怎麼樣 高雄市民要擺脫悲情的命運 甚至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讓高雄市民來決定 不是你韓國瑜決定 不是你韓國瑜跟國民黨 想像那樣子閹割民主去 決定高雄市議會的 這個生存與否 所謂的生存與否 就是說開議不開議 都為了要保你韓國瑜跟著你轉 未來高雄市 希望不要再跟著韓國瑜 這個人的本身跟真意性 而轉了 而空轉了 高雄市議會要召開臨時會了 連國民黨籍的副議長陸淑美 都認為韓國瑜逃不掉了 你就直接來這個報告 然後連藍營的里長也說 他看到裡面這個熱烈態度 不是我不願意幫你 而是我沒有辦法 而且我看那個熱烈態度 他自己都覺得會過了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未來韓國瑜的狀況 不管陸淑美的講話等等 其實依66席裡面國民黨就33席 還有兩三席五黨籍是偏藍的 其實我們是穩定過敗 可是大氣候不好 大氣候跟什麼做等號呢 跟罷免成功的比例 我看是九死一生了 整個方向 韓國瑜也不是吃素的 它有基本的 它政治的靈活度 它為什麼要訴諸法律戰 這是不得已的事 因為一直可能一直在做大數據 做民調 是罷免的比例太過的比例太高 所以最後 那現在比較不好的事 就是他又被駁回了 抗告我看也不會過 很會再駁 很多人講 萬一碰到一個韓分法官了 我差一句話 因為講到那個法官 你知道嗎 我後來聽 剛剛聽到 駁回他的法官 聽說跟韓國瑜的一個委任律師是同學 你知道我都在笑 是不是他的同學都看不過去 OK 所以我要把真相講一下 以前很喜歡講一些 欠缺精準度 叫做韓國藝人救全黨 2018 現在全黨救藝人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的話是 是傷到了侯友宜跟盧秀苑 盧秀苑從7月開始 2018投票是年底 從大概六七月開始 提名那一刻就領先了 那侯友宜更是大幅領先 現在全黨要不要救藝人 那可能也不是一句話就說得清楚的 我看啦 既然法律戰輸的時候 那也不得不 陸水美都講話 就一定要去 參加那個定期大會 OK 我看要低調一點 我看可能要 要去臨時會能怎麼低調 他就是要去報告了 這個一定是攻防的焦點嘛 對不對 然後我覺得應該 國民黨議員做個球 然後讓他講 講他心裡的話 什麼話就是要 下招最擠我不該選總統 我覺得這個 就是還是要示弱啦 因為太剛強是更增加 6月6號 這真的會變斷腸 斷腸石 說頭一刀這個時候示弱 不不不 他就不是那種會示弱的人 是我同意 我同意你們講 他個性從來不示弱的 我知道 可是審時度是 我覺得要保住 我只是想讓他增加比例 保住高雄市場的位置 你認為示弱比較會被幹掉 還是正面更加碼 火上加爾去對幹 拿刀護砍比較會被罷免掉 大家這基本 基本上是大家 都能判斷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就跟你講說 韓國瑜現在的情況 就是伸頭一刀 縮頭一刀 朝晚都會被罷 對不對 你說你現在示弱的話 那你接下來 你國民黨之前那些人 不就打自己的臉 國民黨那些是猴子在那邊亂跳 他嚇召罪擊有可能嗎 那不可能 韓國瑜怎麼可能嚇召罪擊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你就乾脆就像 你喝酒的時候一樣 好燙對不對 嚇召你 比較漂亮 對不對 那個樣子就這樣 我就跟你講說 剛才東豪講說 那個什麼 那個委任律師 是法官的同學 對不對 法官有注意到同學情 對不對 我幫你駁回 你一定會提抗告 你會提上訴 再你讓你轉一圈 對不對 照顧我同學的生意 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我如果馬上都裁定的話 就沒得搞 就變成中選會要提抗告 對不對 那我如果把你駁回的話 是你韓國瑜要提抗告 你委任律師 繼續待下去 對 繼續幹 一次開庭可以賺多少錢 寫那個數賺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 你們這樣比喻就不公道 那麼大老爸 你為了幾萬塊律師費 你們這個比喻真的不能不累 不是啦 我就跟你講說今天 那只是開玩笑嘛 開玩笑 這意思是說 韓國瑜的個性一定會抗告 因為我跟你講說 韓國瑜到目前為止 他當初會提出這個訴訟 走向訴訟這條路的話 我就跟你講 他在做困獸遊鬥嘛